你觉得你照顾得了他吗 有时候照顾的脸和伤 有时候小的顾不伤 那你不嫌弃吗 有些脏活重活 有点 那为什么去做 做的时候是有点 时间过久了 就会慢慢觉得是平常似的 你觉得这个家里 像个家吗 有像 那你为什么还 今天要来做这么 因为自己妹妹和爷爷在山 你每天想的最多的是谁 爸爸和爷爷 想慢慢回来 嗯 家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幸福的港湾 当我们累了 眷了 受伤了 首先想到的就是家 然而 这个家 对于11岁的小吴兰来说 未免 过于沉重了 吴兰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人 他排行老二 他也有过幸福的童年 然而这一切在两年前化为泡影 他的父亲锅铛入狱 母亲和大伯母精神失常 爷爷病逝 当时吴家最大的孩子 11岁最小的刚刚出生 吴兰只有9岁 两年前 这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9岁的孩子 将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 古老的方胡村 位于美丽的破样护盘 这里气候温润 清草阴阴 吴兰其兄妹就出生在 这个景色秀美的村落里 是一个妈妈三弟 有四个男孩三个女孩 据村里人家 吴兰的母亲嫁进吴家前 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整天都处在呆滞状态 一旦陌生人靠近 就会病发 在他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因为没人敢给他做劫狱 所以这个女人糊里糊涂的 生下了七个孩子 吴兰的家似乎从一开始 就是不行的 吴兰的大伯早年去世 大伯母因为无法承受这种打击 一夜之间就疯了 大伯家没儿没女 为了照顾她的妻子 吴兰的爷爷将大儿媳接到身边 和小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吴兰七兄妹的诞生 似乎弥补了老人 同时大儿子的悲伤 但这也无形中加重了家庭的负担 吴兰的父亲也因此生出了不该有的念头 这个想叫人家的电影 然而法王辉辉 吴兰的父亲在一次偷盗中被人发现 吴兰父亲的入狱 让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 顷刻见到他 留下的只有四处漏缝的茅草屋 年外的老人 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 和七个好好逮捕的孩子 你知道爸爸当时被判刑 要去坐牢的时候 第一个想的是什么 第一个妹妹 我没有怎么办 吴兰的父亲入狱那年 爷爷因为怒火攻心得了中风 但为了养活两个儿媳和七个孩子 老人依然坚持找些小伙赚钱 当时只有九岁的吴兰看着这一切 心里一片黯然 没关系 我爸爸 他以前对你好 嗯 他没关系 做那些坏事 爷爷的辛苦付出 让董事的小吴兰坐立不安 很快 他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 辍学回家 他那个时候才九岁 他才九岁 九岁就开始做家 从九岁就开始做饭 辍学的决定 吴兰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那一天他背脊书包回了家 从此就再也没有去上学 他们问你 我没有说 你是怎么做东西 我死家里确实比较困难 然后我爷爷也中疯了 那时我也上不了学 爷爷也七十多岁了 吴兰的姑父说 孩子辍学前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 他喜欢读书 梦想着以后能考大学 然而生活的艰辛 让他无奈地放弃了这个梦想 刚刚辍学那几天 吴兰根本睡不着觉 后来他告诉家里的亲戚 自己是家里的大姐姐 不去读书也没关系 但一定要让弟弟妹妹有疏毒 九岁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 都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 然而小吴兰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属于孩子的特权 在家里和爷爷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正当祖孙二人互相扶持 艰难的往前走的时候 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 他的爷爷病逝了精神之助 再次坍塌 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人 七个无人照管的孩子 坚强的吴兰将如何面对 吴兰说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 日子过得虽然艰苦 但有爷爷在身边 他就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可是爷爷的粗然离世 让他有了退缩的念头 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就连安葬爷爷这件事 都是村里人帮忙操办的 葬礼结束后 村里人纷纷猜测 吴家最后一根顶梁柱没了 这个家恐怕真要散 可谁也没想到 吴兰这个坚强的孩子 只是默默哭了几天 就咬着牙带着一家人 继续生 因为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不认人 所以小乌兰从出生的一刻 就从未享受过一天的母爱 但是在家庭巨别面前 在爷爷去世之后 他却给予了家人母亲般的关怀 他说他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他要坚持下去 你觉得你照顾得了他吗 有时候照顾得了他 有时候小的顾不下 听你的话 有时候听我的话 有时候不听话 不听话你怎么办 大的 大一点的不听话 我就叫小的来帮忙 爷爷刚刚去世的时候 吴兰还不太会做饭 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吃了早饭再上学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 你每天要几天起来做早饭 五六点左右 吴兰做饭的地方是一个一米多高的老式灶台 每次做饭 瘦小的身材几乎都扑在了上面 因为担心做饭是火毁灭 他一边做饭 一边还要看着灶台下的柴火 所以一顿饭做下来需要很长时间 做一顿饭要做多久 三四个小时 做一顿饭要三四个小时 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加盐味 真的使用火也会灭 家务事 无拦在一点点的血 可他毕竟还只是个九岁的孩子 每天坚持着照顾一家人的起居 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 然而 吴兰的辛苦还不止这些 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和大伯母 才是他真正的负担 从这个简陋 却又干净的房间 以及床上整洁的被褥上 不难看出 吴兰将母亲照顾得很好 他还有个小心愿 希望妈妈有一天能认得他 所以吴兰经常坐在母亲的床边 小声读书 虽然母亲没有任何反应 但他知道 妈妈在听 吴兰的母亲只要没有陌生人打扰 平日里都很安静 但吴兰的大伯母却不同 偶尔会发脾气 为避免弟弟妹妹被伤到 做家务之余 吴兰还要时不时地看护弟妹 防止意外发生 你觉得这个家里像个家吗 很像 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待在这里 因为弟弟妹妹和爷爷在身 在家里有开心的时候 有 我爷爷过生日的时候 你每天想的最多的是谁 爸爸和爷爷 眼泪终于从这个倔强的女孩脸上流了下来 吴兰说 在弟弟妹妹面前 她必须隐藏自己的情绪 以最坚强最快乐的一面面对家人 可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 每到这个时候 他都会等着家人都睡一下 才会躲出去偷偷地哭 默默地发泄 命运的不公 现实的残忍 让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过早地成熟 爷爷去世后 村民们心疼孩子 为他们搭起了毛坯房 虽然样子很简陋 但是比以前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强多了 如今两年过去了 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们更无法想象 他还能坚持多久 在村民眼里 吴兰乖巧懂事坚强 有人就说 他应该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有人就提出收养他 还有人提出 应该把弟弟妹妹送人 那么他会同意吗 吴家突逢巨变 家中兄妹欺人 相依为命整整两年 吴兰更是以一己之力 养活照顾着这个九口之家 随着弟弟妹妹们的长大 如今有三个男孩在上学 一个女孩在读幼儿园 这么多的孩子 对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一家九口 但是即便如此 吴兰依然带着弟弟妹妹们 快乐地坚守着这个贫困的家 所以对于有人要收养他这件事 吴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虽然吴兰拒绝被人收养 但是对于弟弟妹妹们的送养问题 他还是迟疑了 吴兰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 毁了弟弟妹妹们的前途 但是他真的能放手吗 你再愿意把你的弟弟妹妹抱起 让你带一个 你都不愿意 愿意去解决 愿意去解决 你再一起好可怜 看着眼前弟弟妹妹们 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 吴兰还是拒绝了 可以说 除了吴兰的大哥外 其他的几个弟妹 都是吴兰在照顾 最小的弟弟 也在他的陪伴下 从墙堡中的婴儿 长成了鸦鸦血雨的幼童 孩子们对姐姐的依赖 一于言表 吴兰也不想送走他们当中的任何意图 自己要这么小 自己都会很下官 弟弟妹妹 我觉得可怜 知道吗 我们也没办法放下了 吴兰拒绝了亲戚的好意 他说即使吃不饱 穿不暖 即使有再大的困难 他们七兄妹也绝不分开 他们要坚守这个家 一个也不少 除了干家务 他还在外边捡废品 另外 他在家门口种地 节省了不少开支 艰难的生活 让孩子们失去了快乐的童年 但是也让他们迅速的成长 变得更加懂事 老大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 也学着自己吃饭 不给姐姐增加负担 现在七个孩子最盼望的就是 父亲早日回家 自从父亲入狱后 吴家的七个孩子 就再也没见过他 经过我们的记者协调 几个孩子与服行了两年的父亲 进行了视频通话 两年来 父亲一直是吴兰最不愿提起 最不想原谅 但又期盼早点回家的那个人 吴兰觉得 如果当年父亲没有做错事 爷爷就不会过早去世 如果不是父亲 一家人也不会过得这么辛苦 他也许还能继续读书 那是 对于其他几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来说 父亲却是他们内心里唯一的依靠 你为什么哭 想到什么 现在是怪爸爸多一点 希望爸爸回来 我觉得多一点 如今 吴兰的父亲 还有一年左右的兴起 孩子们做梦都盼着一家人 能够早日团聚 2014年11月10日 南昌一家媒体首先报道了他们家的事情 后来多家媒体相继报道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很多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的双手 希望能够帮助这个贫困的家庭 节目播出时 正值寒冬 很多人看了节目之后 给这个家庭送来了粮食 钱 棉衣 还有人承诺帮着带孩子 现在 孩子们的衣食住行 都有人帮忙了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无法解决 因为吴兰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在没有节育的情况下 超生了孩子 家里的七兄妹 除了念初中的老大上了户口 其他六个孩子还都是黑户 没有户口 不禁解决不了低保的问题 连上学都成了困难 胡兰的弟弟今年十岁了 马上就要生初中 但却因为没有户口 即将面临失学的危险 为此 我们的记者拨通了相关部门的电话 希望能帮助孩子们解决户口的问题 我们开出所也主动介入了这个事情 就是但是他前期要一些程序 比如祖里面 村里面要怎么样 他们自己家属一直没有去走这个程序 所以一直就没有上户口 现在我们也督促 村里面主动 主动去介入这个事情 早点 这位负责人表示 乡政府会对胡兰的处境和家庭高度重视 他们将协调公安 民政 寄生等部门 争取尽快帮助一家人走出困境 在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时 胡兰说出了很多愿望 他希望全家早日团聚 希望妈妈快点好起来 希望哥哥好好念书 希望弟弟妹妹吃饭不要用手抓 希望家里的鸡多下点蛋 可是 却没有一个是关于自己的 当记者问起胡兰自己的心愿时 他纠结了很久后 才悄悄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你想不想上学 想 当小胡兰犹豫地说出他想读书 想考大学时 泪水 再一次爬满了这个年仅11岁孩子的 智能廉价 几个月后 在多方努力下 方胡小学决定免费接收 胡兰入学 而在他上学时 家里的亲戚也承诺 会把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接到家里暂时照看 胡兰读书的愿望 终于得以实现 我们一起齐城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下眉上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艰难的生活 虽然让小胡兰失去了快乐的童年 但是也让他过早的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 他对家庭的坚守和关爱 让我们感动 在这里我们衷心的祝愿 小胡兰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快乐健康的成长 好下期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我是马月 好